我是Testing Room的Tony 我在2019年的時候拿到 World Plus的考驗區冠軍 然後直接決賽中拿到第三名的成績 那如果大家要到達的話 歡迎都可以來到Testing Room 然後包含我們的新品牌 Jobland也可以喝到我的調整 我覺得World Plus它算是一個非常 全方位的調酒師比賽 它其實已經不是一個 調酒比賽 它是調酒師的比賽 會這麼說是因為它其實 整個比賽射越道的範圍 非常非常非常的廣 以台灣區來講 我們的初賽一定是比試 對 甚至其實有時候它會有 溫相或疲疑的部分 大家一直到副賽 從Senechel Kartel 然後到決賽的關卡 光是台灣決決賽的關卡 至少會有三到四個關卡 大家從經典調酒 然後到每一年 它都會再傳承它一個 額外的Senechel Kartel的 的Challenge 然後Speed Run Fu Pairing 等等 甚至到2019年的台灣區的決賽 它會有一個 很有趣的關卡 叫做巴佩洛 就是 就給你一個空的霸海 然後讓你自己去設計這個霸海 它其實已經討厭到原料池 它在 像是開店或辦公室 整理的車站 其實台灣 台灣區的決賽 其實很多都會從 例年來 或是網路的規則 裡面去調製的主題 每年平均都會有 一到六個關卡 像今年總統會有六個關卡 那其實六個關卡都是 不同的季酒 然後不同的職業 並且其實大概只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可以準備 所以 會需要非常密集的做 準備 然後調整 練習 練習的方式 往年都是 五關可能會淘汰掉一半 對 然後最後的冠軍 是用早期份累積下來 去選出版 那今年比較特別 我們出版單位 它希望自傳 因為既然大家都花了這麼多時間 連續的準備 希望大家都有 機會 可以把準備好的東西 展現給大家看 所以今年其實是 比到第五關 等於是最後一關的時候 才挑出前八強 選球的前八強 再有最後一個Challenge 然後一樣用重氣氛 來去去 冠軍 這樣子 那那一個關卡 其實是要做 多兩次卡丘 一個是要做一個Biz琴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要做Renny Dream 那 這一個關卡的話 你還必須要去設計一個情境 可以適合使用它的地方 其實有點像 類似像拍一個廣告的感覺 那在這個關卡的話 其實我就設計夜餐這個瓶器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瓶器群 這個東西它其實是跟我們 比較美台 我可以認真去買很明顯 就可以有生活化的事情跟關係 那像今天這個關卡 我們要用專用來設計一個貫道的基本球的話 不然像是夜餐啊 露營 一些比較輕鬆休閒的部分 它都非常適合 所以在這一關 我就帶了一整數的夜餐的道具 上台的時候就叫平成 坐到那個所佈置的夜餐區上面 所以然後 我在resend 一定要跟它 好 其實那時候在準備的時候 壓力非常大 臺灣歷年來參加的 有很多條瓶器都拿到 非常好的成績 像其實我們前面已經拿過兩隻群 都在三年 多好幾個 彈一下冠球 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真的很 真的對精彩的時候 現在在準備的時候 自己的壓力很大 然後就覺得 這個很對 那個不好 這個還不夠 就覺得自己會覺得沒有一樣東西好 然後真的是一直到去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前面兩個幫他之後才發現 其實我做的東西 真的我蠻喜歡的 或者是比較後面的就是 那個細節才把它改變 其實就現在回想起來 那實體是 困在黑布在自己的那個小錢圈裡面 反而會沒有辦法 反而會沒有辦法 好好地專心準備比賽 或者是 或者是進行下一個東西 但如果說那時候的心態把它放得比較真相 輕鬆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表現會可能 我覺得上台的表現可以在那裡 就是我覺得要相信自己 我覺得要相信自己 然後肯定自己做東西 那 就自信 不要太重 我就會把自己 覺得最好的東西表現出來